由乌善文化基金会主办 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 孔小校友等多个单位协办的 岁末感恩祈福音乐会 日前在洛杉矶华侨文教中心举行 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三军乐队大队长 曹维奇上校做卸下职务前的最后演出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在我退伍之前 能够做一点比较有意义的活动 也就是说希望用借由歌声 把桥姐跟我们国内的人的心 紧紧的连在一起 然后希望我们的台湾能够更好 其实很感谢的就是国家给我的栽培 那也让我有这么多的机会 可以经历很不一样的这个军旅生涯 那么当然在里面我学习到更多 那我也很感激 就是所有这一路来照顾我的长官们 以及挺我的这些弟兄们 那我觉得我的军旅生涯真的是没有白过 那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曹维奇在勿善禅师 做什么都不如心好的感召下 积极投入各项公益活动 同时她自己本身也是一位知名的女高音 这次她演出多首民谣以及创作型歌曲等作品 期盼用歌声将海内外的华人的心 共同串联为大众祈福 当天勿善禅师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出席 并且由知名的旅美音乐家吴英俊教授为钢琴伴奏 空军子弟校友继亲友合唱团 以及洛杉矶中华旗队搭配演出 中网电视采访报道 再次电视频就会让我的天问